他生前是地位顯赫的解放軍中將 掌握中共最敏感的火箭軍 他死後卻留下重重迷團 自殺與被自殺的全民四起 他捲入涉物事件 中共導彈部隊在美國面前幾乎是沒有秘密可言 前中共火箭軍副司令吳國華 中將軍閑 先後當過解放軍外國語學院院長 總參三部部長 二炮副司令 到2015年火箭軍成立後 他出任首位副司令 從他的履歷可以看得出 吳國華曾經是中共軍隊系統的特務頭子 掌握過中共最敏感的軍事部門 雖然他生前的身份地位極為顯赫 但中共官方 並沒有發佈對他大家讚許的副告 只是上海市政府辦的小媒體澎湃新聞 7月27日發表了一份簡短的死訊 說吳國華在7月初 因病醫治無效死亡 但很快即被刪除 還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 據親自扶寧堂調現的紅二代透露 已經退役三年的吳國華 因為工作壓力大 家庭失禍 而選擇在家中自我了斷 原中共海軍司令部 宗教參謀姚誠分析 吳國華衛生前火箭軍副司令 享受著負戰區級醫療待遇 有專門的高級醫保 他不太可能突然病發身亡 中共不會公開真正的死亡原因 否則會極大感動搖軍心 姚誠說 他原來任職的海軍 在習近平反腐的時候 有7個人自殺 但最後都以病亡處理 早在今年6月底就有傳聞稱 從3月份以來 引火箭軍高層涉嫌向美國洩漏軍事秘密 而幾乎全部出事 其中 缺席了近期重要活動的火箭軍司令 李玉超在6月底被帶走調查 還有幾名前任和現任的副司令 亦已失去自由 吳國華是畏罪自殺 還是被滅口死無對證 亦說他的突然死亡只是一場誤會 然而據《大紀元》得到的消息 吳國華的死 並不是那麼簡單 他是一個疊中疊 案中案 1957年2月 吳國華生於江蘇省的樊村鎮 22歲從解放軍外語學院畢業之後 留校任教 他曾先後出任解放軍 外國語學院第一系主任 教務長 副院長 院長等職 而這所學院是中共軍方培養特務的重要伊托基地 他在錄取考生時 並不重視考生學業有多好 但掌上捐證是基本要求 而且很體重家庭背景 並沒有所謂歷史問題的中共黨政軍官員家庭的孩子 很容易被取錄 2005年 吳國華出任解放軍總參三部部長 即是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 該部主要是通過技術手段獲取情報 早在2014年 華爾街日報就揭避總參三部 指其是中共軍事戰略的核心 承擔著監控分析全球大量通訊的任務 包括大使館電文 企業郵件和犯罪網絡 據一些國際安全專家估計 總參三部約有10多萬的黑客 語言學家 分析師和軍官 這些人都是中共從精英專業院校招募而來 組成了十幾個軍事情報單位 吳國華執掌總參三部5年後 在2010年轉任第二炮兵部隊副司令 2012年7月 他被授予中將軍閒 此時正處於中共前黨魁胡錦濤 向他的繼任者習近平全面教權的前夕 到習近平掌權後 2015年12月 第二炮兵部隊改名為火箭軍 並由陸軍附屬兵種 升級為羽海陸空三軍並列的第四個獨立軍種 曾受到胡錦濤棄重的上將魏鳳和 出任首屆火箭軍司令 吳國華擔任首位副司令 這個也注定了他人生的悲劇結局 火箭軍是中共戰略導彈部隊 具有在陸地和水下發動遠程核打擊的能力 相應地 中共利用火箭軍的核武威懾力 以及全球範圍的打擊能力 對地緣政治和印太區域安全極具破壞性 因此火箭軍被稱為中共的王牌軍 相較於其他軍種 火箭軍的保密級別最高 根據中共的組織要求 在火箭軍任職的軍人夫妻 彼此之間都不可以談論 各自所在部門的軍事信息 此外火箭軍也是中共持續對台灣 進行軍事恐嚇的重要組成手段 乘載著中共解放台灣的夢 姚誠認為 中共如果想跟美國開戰 打台灣 它的海空軍並沒有什麼戰鬥力 主要是依靠火箭軍 而火箭軍的人也知道 一旦打仗 美國首先要打擊火箭軍的導彈發射機制 他們這些人可能會成為炮灰 換言之 如果中共失去了火箭軍對全球的威懾力 就如同柴狼 被獵人剝了私咬羔羊的獵牙 這種危機並非天荒夜譚 它現在已經導致中共高層 陷入末日般的恐慌之中 7月3日 美國的一家研究機構 尖武士馬丁防核放散研究中心 發表了長達73頁的 名為2023年 中共火箭軍戰鬥序列的報告 詳細記錄了火箭軍 六個女兒的座標位置 以及每個作戰單位擁有哪一種型號的核武器 和發射裝置的數量 並指明東風-17高超音速彈道導彈 目前正被廣泛部署在南韓周邊地區 和臨近台灣的中國省份 這份報告列出了很多非常具體的數字 包括在過去10年中 火箭軍的作戰導彈旅 數量翻了一番 達至少40個 目前分為6個導彈基地 每個基地負責6至8個旅 去年10月份 美國空軍大學發表了一份更加詳盡的報告 涵蓋了中共火箭軍 從高層的指揮系統到後勤的產品基地 具體訊息包括了火箭軍基地地址 部隊主要功能 負責人的中英文姓名 和部隊番號等 報告中以樹狀圖 顯示了火箭軍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的照片 姓名和彼此關係 報告還在地圖上 標注出火箭軍在中國各地的部署情況 報告開頭甚至還特別說明了 如何解讀部隊的番號 上述報告描述得非常詳細 看了之後震驚之餘也不禁令人懷疑 這麼全面的訊息 絕對不是哪個衛星拍到的 也不是什麼基層人員能夠掌握到接觸到的 基本可以確定 這些情報應該是來自火箭軍高層的核心機關 圍繞著吳國華的死和火箭軍涉物案 目前仍然撲朔迷離 有傳聞說 火箭軍司令李玉超 6月27日上午 從辦公室被帶走調查 他和在美國留學的兒子 涉嫌涉流軍事情報 據南華早報報導 中共新的反腐敗運動 導致火箭軍的幾位前任和現任高級指揮官落馬 中共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 及其審計辦公室 一直在調查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 副司令劉光斌 和前任副司令員 中共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鎮忠等人 目前官方還沒有公開宣布 對這三人進行任何調查 但確信他們已經被調查人員帶走 李玉超是此波調查中 特別最高的軍頭 是第三任火箭軍司令 他在2009年 中共見證60周年的閱兵 以及在2015年 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活動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伍國華的死 又似乎太湊巧 有諸多的疑點 一時難以解開 根據姚成的分析 首先 吳國華的死亡時間很稀朗 和火箭軍出問題在同一個時間點 李玉超6月底被帶走調查後 吳國華7月初突然死亡 最後 為什麼中共現在才把他的死訊放出來呢 強調他是因病而死 姚成認為 這是中共當局 故意釋放吳國華死於疾病 而不是被黨組織迫死的 從而安撫軍心 吳國華精通俄語 曾就讀於俄聯邦國立保希金俄語學院 俄羅斯語文學專業 擁有俄羅斯國家科學服事學位 他的家世背景目前無處查證 中共自見證以來 他不僅以特務手段控制社會 他也同樣用特務手段控制其內部 自從俄羅斯瓦格納固傭兵團返水後 中共政權受到極大的刺激 可以想像得到 這次軍中清洗運動 不會僅停留在火箭軍高層 一場更大的整肅風暴 已經在中共軍事系統展開 在世紀中清洗運動 在今次就這樣 在世紀中清洗手間 在世紀中清洗手間 還會有餘餘的